主席 主席 各位委員 列席各位官員 大家好 請 陳主委 以及農田水利處張處長 葉署沙署長 動植物防檢局防護局長 還有花蓮區改良廠長 會護局長 有聽到的就請上來 陳委員好 剛剛蝦美秦委員提到 長期以來中央政府對資源的分配 極度的不公 我在總執行裡面也就叫過主委 再給你一次機會 上次你還沒進入狀況 請問你現在我們台灣有幾個縣市 有沒有包括指甲 有 有 有 22 22 5都嘛 還有17個縣市總共22個 22 對 對 那台灣呢 過去就是 中東 中西清東 中北清南 你認為宜蘭應該放在哪個地方 我知道委員這個 呃 在我們農業體系裡面我們有兩個系統 宜蘭有時候是在東部有時候是在北部 你就是呼東呼北就對了 這個是長久以來從日本時代開始從農業改良廠 從糧食供應系統他所做的這個規劃 從上一次你問了以後我就有了解 有了解齁 那我現在問你後面四位那個首長就不用打了齁 直接問你 請問一下農業署把宜蘭線放在哪個部分 宜蘭線放在北區 錯啦 又錯了 署長在哪 東區 東區 拜託我都叫他老師 來 東區東區 啊漁業署 漁業署 漁業署在台北啊 在台北齁 北區嘛齁 那動植物防疫檢驗署 在北區基隆 在基隆 那農業改良廠在哪裡 在花蓮改良廠藍陽分廠在東區 又在東區嘛 對不對 對 所以農糧系統在東區 其他系統在北區 單單你農委會的所執長的業務就是這樣 把宜蘭線這樣子 呼東呼北 那甚至很多重要的單位宜蘭線沒有一個 你現在這些所有單位 宜蘭線沒有一個 每一個我們中央的二級三級的單位放在宜蘭 對不對 所以剛剛蕭美琴委員在提到啊 你們在服侍東部嘛對不對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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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齁 台灣現在一個台灣四個世界 第一個最有錢的我們的首都 台北市 再過了其他四都 第二個世界 其他四都 第三個世界 花蓮台東有花蓮花東建設條例 四連四百億 離島有離島建設條例 現在台灣最貧窮的縣哪一縣你知道嗎 以交互所得來講 平均交互所得 哪一個縣最窮 我跟妳講 來 第一個 嘉義縣最窮 第二個 彰化縣 第三個 迎林縣 第四個 就是本席的故鄉宜蘭縣 就是第四個 第四世界的悲哀 永遠是最窮的地方 因為長期以來 中央政府就是這樣子 中西 親東 中南 中北親南 加上 對一些資源分配 往往沒有一個準則 所以你農委會 現在有這麼多的單位 有時候宜蘭化在東部 有時候又在北部 當宜蘭縣地理位置或是資源分配的時候 經濟資源分配的時候把它化成北部 我們宜蘭縣就被北市跟新北市 被它吃掉了 當 化在東部的時候 我們宜蘭縣偏偏沒有納入花東發展條例裡面 補助的對象 所以四年少四百億 主委 如果你是宜蘭人的話 你怎麼辦 所以我今天站在這裡 要跟你提到這個觀念 什麼叫貪派 就是強制分配 也沒有問我們的意願 完全是中國式的一種分配的方法 不合理的方法 造成台灣這樣城鄉發展的差距 也造成貧富懸殘殘的結果 所以剛剛講的那四個世界 嘉義彰化營營宜蘭 都是一些爹不疼良不愛的世界 這個是結果 那我再跟你說明一下 現在業務那麼多 將來農業部 是不是能夠重視一下 這些漏後的一個縣市 我知道 陳明文委員他提到 是不是贏家的一個 一個農業發展的一個什麼專區 有沒有這樣的規劃 陳明文委員 提出來一個草案 明天在經濟委員會要討論 主委 宜蘭縣一直在爭取這個 有機農業四萬縣的一個計畫 你同意嗎 我想那個 宜蘭的有機農業 在東部方面的發展 是相當有條件 相當有條件 那農業署對於有機農業的推動 也是 積極的不分地區來推動 那把宜蘭縣作為四萬縣 可不可行啊 我想每一個縣都可以 積極來發展 像剛剛蕭委員在講的這個 花蓮台東地區 它的面積 有機的面積 都比 這個西部地區 甚至比宜蘭還多很多 環保署 曾經 對 節能減碳 低碳程式的示範計畫 選擇四個地方 就依照東西南北 各取一個地方示範區來推廣 現在有機農業是 我們台灣農業未來的發展趨勢 宜蘭縣這麼有心想辦 最近綠色博覽會 不曉得你們去 主委你有去嗎 還沒還沒 還沒 去一下好不好 好 這個是有機農業 有機生活的一個 一個計畫 你這禮拜去我陪你去 好不好 來給你看一下 我們真的有心要做這個工作 你要支持啊 有 我有支持啊 有支持喔 有支持宜蘭縣作為示範線 有沒有困難 我想這我們會整體來規劃啦 整體來規劃 看有機的部分 在哪幾個地區的發展 是最適合 那當然宜蘭有它的條件 因為它距離消費地是最近的 雪水通了以後 它的這個交通也很方便 我們會來積極推廣 這個主委 這個 這也是幫忙你推廣業務啦 宜蘭縣那麼有心要辦 包括我們油錢院長 再三叮嚀我 要提出一個有機農業促進條例 那雖然這個草案還沒提出來 不過已經經過一年多的討論了 幫我們政府省了很多錢了 那我們現在要推動這個有機村 各方面的工作如何如獨在域行 給我們一點溫暖好不好 不要只是 自己要怎麼攤派我們 就怎麼攤派我們 不會 我們會看哪一個地方的 積極性跟地方政府的配合 能夠把這個產業在地發展起來 那你認為現在有機農業哪個縣 是推廣的最積極 我想東區 這個花蓮 哪一個縣啊 花蓮台東 花蓮台東很積極 特別是花蓮 那宜蘭縣花蓮跟台東哪一個比較積極 都很積極啊 哪一個比較積極啊 都很積極啊 只是他花蓮到最後的面積比較大 那我這樣子拜託你好不好 宜蘭花蓮台東最積極的三個縣 列入示範線來推動好不好 我想在東區他有這個發展的條件啊 那是不是要劃分成為示範線 我想在西部也不排除 把我們原來傳統農業使用這個肥料 農藥的把它轉型 這也是我們的政策啦 那個主委啊 剛剛我已經跟您提過了 銀林跟嘉義最窮啦 所以陳明文委員提那個案 我是蠻贊成的啦 最卑微的要求是適合農業的推展 你要大力的支持 本席的故鄉宜蘭縣 大家就是這樣如火如荼在推動這個有機農業 你也要來支持啊 對不對 不是只有贊成啊 大力的支持 對不對 是 你那象徵性的來牽涉一下 好不好 這個支持這兩個 這兩個案子 哪兩個啊 就是一個 贏家的那個 這個農業的什麼示範區 我想對於全國的農業發展啊 我們都樂觀其成 地方政府能夠主動的來配合 整個農業的施政啊 那我們不分這個 南北啊 不分這個東西 我們都會盡量的來支持 好不好 我再提醒你喔 你這個組織章程 已經虧欠宜蘭太多了 拜託你喔 現在如果有機農業四萬縣 宜蘭列為其中之一好不好 答應本席有困難嗎 我們如果 呃 將來在推動的時候 有設的時候 我們會列入考慮 好不好 明確一點啦 明確一點啦 啊不然再接我兩分鐘啦 明確一點啦 好不好 宜蘭縣那麼積極 那麼做那麼多的事情 包括 條理都為你來吹聲 是是是 你還不來支持 有有 你還吞吞吐吐 我們有設十二個專區 只要地方政府提出來 他有這個專區 而不是示範區 我們稱專區之後 我們對於專區整個環境 有機環境的 這一個配置 我們會來規劃 同時來支持 有十二個嘛齁 對 十二個 縣市裡面有十二個專區齁 那宜蘭縣答應我列入其中一個好不好 好 現在有沒有申請 他沒有 他沒有申請 還沒有申請啊 那我們那個專區的面積大概幾公頃 所以要整合成為一個專區啦 大概要 二十公頃三十公頃以上 我們在周邊的設施上面可以來做隔離啊 做很多措施啦 好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還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